请按赞订阅分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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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中國古代的各種文化全部融合進去 但在體驗我們廠舖文化的雲年樓廠舖大新生 整個建築內部在這裡用孔徑達一千多公 達到了有大小一百的發現孔徑 接下來我們大家了解過後 走進內部我們在G1深入這一分 你幫我錄你 隨便錄 拿著就可以了 這裡有鏡子 看你不用拿著我看 好 放完之後呢 這裡大家走上個數點的第一條道路 你再在大道路左右兩邊看到 這裡雅各分裂了九道頭碑 這些頭碑的作為歷史手套 包括我們大碑的雙方所看到的內容 當然都是積選了由我國歷大地上 還有一座客永聖皇后的筆尖書 例如芳文帝的福祉坡 以來的相近有情路 卻有個九三頭碑 好完一個時間站上 在這座客永聖皇后的筆尖書 而你不同的地方 你卻做大道路兩邊的頭碑之上 因為詩人呢 他是中國的團統文化精髓 所以說以這樣的形式 其實也更能表達 我們歷代的皇后 他們能對於皇后 武器的神情融合 在冬船下方 大家看到又來駝背的 但形有點像龜的神獸 實際是被講 人生九祖的第六子 叫做碧姓 國又叫他霸夏 他們龍河頭 國龜的身軀 因為說來力氣比較大 能夠負重 所以職責呀 就是成為駝背的一種神獸 我們中國歷代顯赫有名的悲客 是對由他來拖起 大陸兩側呢 為什麼各擺放了九道碑 因為中國人講述是文化的 我們的老子三呢 自古以來 這是從已久為大的施術理念 所以都代表我們 以最高的規格 表達對皇后母親的臨近感恩 包括我們整個的區域的 這些個台階設計 大家從所有的台階呀 極數 流星數一下的話 都會發現全都是九層的設計 從後台階我們面前看到的是 一些大型的青棟浮雕牆 這面牆壁是目前咱們國隊 最大的同浮雕作品 為皇和五千年照地 這面牆壁呢 從規格上降 左右的長度呀 就達到了七十二米長 上下高度七二米高 是多橘子九的倍數去展現出來 而整個牆壁上風格 展現的內容也非常豐富 正在兩面 以正面立體胡雕和反面的文字敘述 去詳細地 在我們的皇后五千年歷史文化 展現的大廈面前 正在這裡呢 整個由我們中國壁畫大師 崇喜恩朗先生 他以高胡雕的一手手法 總計通過我們歷史當中 大小的一百六十二個故事 集結合文物 依照我們五千年歷史發展的順序 把我們每個時期 一些經典的歷史事件 歷史形成科技術所能去著作 全不以土畫的形式展現的上方 詳細的內容都進展了 我看一下 還有五分多張